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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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还是很累的呀 我真的很希望说 来我们起立敬礼呀 干嘛 他嘴巴上那麼大了 不行嗎? 有精神一點了 好,上個禮拜我們跟大家講這個聰明的農夫 有沒有 我請大家 上禮拜是講這個嘛,對不對? 我請大家寫一下你們感覺比較驚嘆的 這個農作的這個技術 田間管理的這個技術 還有就是正面或負面的影響 我問你們正面或負面的影響的話 我是希望各位同學要講 整體的來講 你不要專門講某一種技術的影響 不要只是講低貫的影響是什麼 不要只是講溫室的影響是什麼 而說整體的來講 我們的農作上面用了這麼多的高科技 可以同意嗎? 他們用了很多的高科技對不對? 對不對? 可以嗎? 他就傻傻的看著我 那很多同學可能會感覺到說 以前對那個農夫 都覺得他們是蠻好像蠻簡單的 很粗放的是不是? 是在田裡嘛 這樣耕作就是了嘛 極其開進去就是開進去了嘛 沒有去細想 我想很多的同學可能會講說 我中學的時候就唸過啦 什麼低貫啦 但是那個只僅於知道說 這是一個很神髓 很精緻的一個技術 但是這個當中要考慮些什麼事情 可能以前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都沒有去思考過 所以我是覺得 對很多事情你們可能都知道 但是你是不是真的知道? 我看這個問題 可能要大大的打一個問號 所以很多事情 我是跟各位同學鼓勵說 人家從細節開始看 去多想多思考 我在前面張的時候我就跟大家講啦 是不是有自己的意見 你要有自己的意見 你要先去思考說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就是你看不懂的時候 你才會問得出問題嘛 你不去看 你就這樣呼嚨過去 那你哪裡提得出問題? 提不出問題了 不然有同學就對這些技術上面 就會提出一些問題了 我覺得非常好 那有些同學的那個本周 我有跟他回意見 假如說你有看到的話 你是可以跟我回一下說 Yes 老師我看到了對不對? 不然的話好像漠不關心 我寫了一堆你也不理我 不曉得你看到了沒有好不好? 那上個禮拜我們講到 那有些同學就會很震驚說 有這個立體栽培的技術 有些同學說 我家裡原來我爸媽媽 或者我爺爺奶奶 他們家裡就開始實行這種 以前只是種花種草 那現在慢慢的可能就在他家的這個屋頂啊 樓上就開始種吃的了 那這張圖是很有趣的 這是有網路可以查的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那這個就是他們在模擬未來的世界 可能我們的建築啦 或者我們的生活會變成什麼樣子 那這個就是一個立體的農場 Farm Vertical Farm 這蠻有趣的 是他的構想啊 以後是不是會變成這樣子 可能等你們以後去證實 現在很多了 有立體牆啊 那個只是綠化 但是這個是真正的一座Farm 就是生產我們要的東西 那你的生活在 你生活在這個當中 那這張可能看不太清楚 可是這張就是這個模擬圖說 他在夜間的情形 可能有的時候夜間會給他一些光照的 補助他啦之類的 所以你整個的building看起來 這個不是為人啊 可能是為了植物 可能為植物 這張看不太清楚 不過那也有網頁啊 如果有同學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網去看一下 你用那個Vertical Farm去找的話 大家都可以找得到這些資料 那麼這個是一個 也是一個報道 這是一個真正的news 就是在這個紐約 繁華的紐約市 你知道在城市裡面的話 你是看不到綠地的 都是建築的房子 可是呢 這個消息的報道是說 他在這個 這個 這個什麼 紐約是什麼河啊 什麼河 我想講 Times Times 是這個倫敦啊 那這個在他的河上呢 就是有這個船 然後這個船呢 他是利用太陽能 所以這邊有溫室 有屋頂 屋頂上就有太陽能 那他這條船 是在這個河上行走的時候呢 他就直接可以利用這個太陽能 然後這邊有溫室 他就可以生產自己所需要的這個糧食 所以他說靠這個水耕船呢 他可以自給自足 所以這個可能是未來 我們人類的夢想啦 就是你自己的生活 你是不是你又可以回到 那個比較古早的時候 就是我不要那種大型的貿易 我又回到我們傳統的 我自己種 我自己吃 我自己夠用就好了 那我自己的多樣性 你看這個玻璃污溫室裡面 種了青椒、番茄、黃瓜各種蝸具 這樣 這非常有趣的 好 那當然還有一個 我是覺得大家也可以常常注意一下這個消息 我這個消息是去年的2009嘛 他是日本 日本人知道大家最喜歡設計那個機器人嘛 我不曉得有沒有看過這個消息 那這是日本的這個富士重工公司 他就開發了一個機器人 那這個機器人專門是給農業用的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看他的時候說是今年要上市 但是這個價值還真高 1000萬日元 那台幣是356萬 我看我們的農民是絕對買不起啦 現在這個做廣告、做秀的這個成分還蠻高 可是以後不曉得會不會 就是大量生產以後呢 價格會降低 以後田間很辛苦的工作來 可能這個農夫真的是在家裡 就指揮這個機器人說 你去採果、你去噴藥、你去做什麼 對,有可能做得到 現在日本的機器人設計是非常棒 好像真人一樣 是不是啊 你進去跟他講嗎 大家有跟你說 你好 是不是 我會跟你打招呼 我會跟你對話 你問他他會跟你回答 因為他已經設計了一些program在裡面 所以這個也會有人開發這個機器 在農作上面的使用 我們班上也有機械系啊 是不是啊? 機械系人可能很exciting說 原來在農作上面也有一些機器的發展的余地嘛 其實每一個領域都可以啦 真的講 每一個領域都可以對這個農作 農業的生產上面貢獻你的一個心力 當然啦 這個我講了這麼多的技術 是好還是不好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思考啊 這樣子發展下去究竟是好還是不好 很多人 你們回答的都不完整啊 但是我也不想給你們全部補充了啊 那你要想一想就是我們除了對農業生產本身 那對農民 對環境 對消費者 都有很大的衝擊 有些人就會擔心 那你這種東西出來工人就失業了嘛 不是嗎? 是不是? 我們講美國很大的問題啊 他要移民 他要很多非法移民 墨西哥人啊 每年不斷不斷的湧進這個美國南部 南方 因為美國南方我上次講 他的農作需要很多的人力去耕作去採收 所以他都是靠這些墨西哥人 可是如果你都發展成機器人的話 那這些工人都失業了 都會失業 那是不是社會問題也會來 所以這裡面會衍生很多的問題 所以大家可以多思考一下 如果你覺得你上禮拜寫的不夠不夠 因為下課很衝突嘛 寫的想的不夠周詳的話 你這個禮拜可以繼續補充 好不好 有些同學可能會被我打一個問號 說你在寫什麼啦 不認真寫啊 好好再思考一下 這些技術的開發 到底是正面還是負面 要從很多的角度來看哦 好 那同學都差不多到了 那今天我們要換一個主題了 今天我們要看人類眼中的理想作物 其實我們是要講育種啊 就是作物本身特性 當然是影響生產的要素了 那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東西是品種 就是種下面還有一個品種哦 那當然這個是 這樣看這張圖很有趣吧 上次我沒講植物的葉嘛 植物的葉片很多彩多姿對不對 可是植物的形態事實上是非常非常多彩多姿的哦 不曉得各位同學上課以後到外面自然界 比如說你去散步到庭院去看這些植物 有沒有用不一樣的眼光來看一下 有沒有 還是傻傻的看著我 有沒有啊 哎呦很好啊 對 那上課的目的是幹嘛 我一直強調說不要你們背 但是你在你的生活當中有沒有去發現 這是很重要的 再提醒一下哦 那植物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啊 當然今天是要跟大家講的 你要量身訂做植物啦 你們今天是植物的設計家好不好 今天要抱著說 我是來設計植物的這個心情哦 我希望植物變成什麼樣子 是吧 你不要想說這個是可能還是不可能 先把可能跟不可能放下 你不要管 你想要什麼東西 你看這樣奇特的植物都可以出現你知道嗎 這葉餅好大葉子好小 好特別哦 很像女人交對不對 但是不是哦 非常非常特別的東西 所以今天我們來看看 你如何量身訂做植物呢 請你來做設計師囉 好不好 有興趣嗎 有 有 很好哦 來 那我們上次講這個 作物生產善藥素嘛 要達到產量品質 是不是一個是環境 我們上次講過了 一個是技術 對不對 那今天就是品種啊 那品種是什麼 我們今天量身訂做 這個品種的出現 那是我們人為的 那完全是我們人為的這個 所做出來的 那我們講說這個作物的種類 因為我剛剛講的作物的本身是影響產量 三個要素之一嘛 這三角形當中 那要進行作物生產的話 當然你要選擇作物的種類 比如說你老爸給你一塊地 欸兒子啊 這塊地給你 你要去生產什麼東西 所以你要怎麼想 種什麼東西對不對 所以你第一個一定想說我要種什麼 這是什麼呢 這是作物的種類 懂嗎 我是種茶好呢 還是種稻子好呢 還是種檳榔呢 還是種花好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你選擇作物種類 但是一旦你選了作物種類以後 接下來一個問題就會問 你要選什麼品種 這樣知道嗎 所以品種是在作物種類的下面 比如說我今天要種水稻了 可不可以問一下 水稻那你要種什麼品種 可以說得出來水稻的品種嗎 說得出來嗎 不知 台根酒 蛤 台根酒 還很棒 還有呢 還有沒有 再來米 再來米 月光米 還有呢 池上米 好 你們這裡面有的答對 有的答不對哦 有的是品種的名字 有的不是 那我們待會可以看一下哦 當然我們講 這個怎麼去選擇這些考慮的因素 可能你是要按照這樣 就是經濟 我種這個東西能不能賣錢 除非你說我這是完全休閒 我不考慮賣錢 否則的話你會考慮經濟 然後你會考慮環境的條件 比如說我想要種人参 人参多好啊 這個價錢多高 對不對 但是你老爸說 對不起啊 我給你的地是在桃園啊 這個地方環境OK嗎 完全不OK 對不對 神参可能要很冷 可能要在高山上 所以我的環境不行 那不行的話我就遷就我的環境 接下來我就要問 那你環境是OK啊 你會不會種能不能的生產 你有沒有這個技術啦 接下來當然是這個銷售管道 所以我們會做很多的考量 所以在選擇的時候 我們也會做這樣的考量 當然我們今天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什麼叫做種 什麼叫品種 把這個觀念把它區分一下 這個是很慘的 因為我們農藝系很多同學都搞不清楚 學農的 他也搞不清楚 他常常會講錯 叫人家知道species 種 那這個是戒門綱木科屬種 從小生物就開始念 所以念到這個地方是種 這個species 那他的定義從前 這是講從前的定義 兩個個體可以交配 生出具有生殖能力的後代 兩個可以交配 而且可以生出後代 而且後代還能夠繁殖 那這兩個是同一種 這樣是懂嗎 那種下面呢 我們有兩種 一個是叫變種 一個叫品種 這兩個是同時的 並行的 是同一個階層的 但是它是不同的來源 一個這個是根據什麼呢 根據它的形態上 特性上或生產力等等 任何只要有一點點的差別 我們就把它分成一小群一小群 所以這個叫做品種 或者變種 那可是變種是自然發生的變異 所以植物學家他會到處去找 你這邊有個蘭嶼種 你那邊有個澎湖種 有沒有 所以這個是自然的變種 這樣了解嗎 但是品種的話 那就是我們人為的 完全是我們人為育種出來的了 所以這兩個是有一點點不一樣 英文上面也用的不一樣 一個variety是變的 一個cutiva是栽培的 栽培種 我們也叫它栽培種 那我們用這個水稻來做例子 這個是水稻的名字 建門綱目科屬種 所以這是水稻的屬名 這是種名 注意喔 屬名、種名一定是邪體 一定是邪體 後面一個ello是正體 ello是什麼意思? ello是什麼意思? 命名者 命名者是誰? 林耐氏 所以你看到ello 這ello一定是正體 然後打一點 那我們就知道是林耐氏 但是我流也是ello嘛對不對? 我可被ello打一點 就不行了 所以如果是我命名的話 就要寫liu 可是liu太多了對不對? 很麻煩 那這個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的物種都是由林耐氏命名的 那這個種下面就是我們剛才講的品種囉 那就是按照我們的這個農藝特性分類了 來 大家剛才有沒有講 對 這還沒出來 台中9號沒有出來 那你剛才講台農67 台中先10號 再來1號R8 月光等等 這是月光是這個月喔 不是月亮的月喔 很多人都以為是月亮的月 當然這個品種的話 它就是說每一個品種都有它的特性 它有各個不同 都是水稻 都是水稻 你不知道的人都知道的嘛 就對了 吃米的都是米 但是吃起來就是不一樣 所以這個特性上面有很大的差別 那今天就是跟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到底是什麼樣的差別 那我們先把它的特性先介紹 前面的文字我都會很快的念過去 你也不用抄 但是你要回去想一想 那當作品種的特性 它是由育種家努力得到很多的品種 有各種不同的特性 比如說第一個就是形態上的特性 知道嗎 所以我們還是脫離不了 第一個先看外貌 所以你們在挑對象的時候看什麼 挑對象的時候你看 有三高是不是 第一高是什麼 三高看不出來 三高 三高 OK 什麼三高 你講什麼 血壓高 我們想選對象我們都會講三高 身高要高 是吧 學歷要高 是吧 薪水要高 第一個還是看外貌 難道我們植物也是看外貌 所以先看那個形態 形態我們都會講究它是直立或導幅 分支是多還是少 像我們講角度是大還是小 分支的角度 葉片的角度 葉片的大小 葉片的厚薄 這些都是形態上的差別 花的大小 花的顏色 果皮的顏色等等的 這都是形態的特性 一個是豬型 一個是豬高 高的話當然就是高矮 這我們一定要看到 我們在描述一個品種的時候 常常都會加入它的豬高是多少 你知道嗎 要不要看高 三高一定要看 第二個是生理特性 這個你看不見 這個我們是看不見 它是不是抗病 是不是抗蟲 這還看得到 肥料利用性 是不是耐肥 是不是會倒 它的光合作用能力高不高 生產力高不高 資交親和力 易交親和力等等 這裡還要加等等 生理的特性 知道嗎 那第三個是生態的特性 對日常的反應 對溫度的反應 低溫的要求性等等 有沒有 上次是有介紹 有些東西對日常有反應 你不種不知道是不是 等你種了你就後悔了 糟糕了 它不開花不結國 不結球等等 所以它對這個生態有反應 那第四個大家很容易了解 品質的特性 是不是 不同的成分 不同的養分 不同的運輸性 不同的儲藏性 不同的加工品 品質 形狀、色澤、大小、果皮、厚度、酸甜度 對不對 這個應該很有感觸吧 很有感覺 待會你們來試試看 第五個就是 大家不太知道了 這個農藝特性 有早熟性、有適應性 早熟性、晚熟性 知道嗎 可不可以舉例 因為我現在要問 可以舉例嗎 我基本上不要你們知道很多 但是你在生活當中 你有沒有發現 我前面講的這些品種當中 對 有些東西是屬於這樣 是這樣的 差異性 有沒有 比如說這個成熟性 待會我不會講 成熟性有沒有發現 有些東西它有的是早熟的 有沒有 什麼 稻米有早熟對不對 每一種東西都有早熟、晚熟 但是稻米為什麼要早熟呢? 早熟的目的是什麼呢? 早熟的目的是什麼? 可以種多一點是不是? 快一點嘛 快一點收嘛 快點收你可以種下一個 但是有些早熟它 什麼?可不可以舉例啊? 最近那個端午節快到了嗎? 有一個水果就要開始出來了有沒有? 端午節 端午節 端午節特定是什麼水果? 對喔 荔枝嘛對不對? 有沒有人發現荔枝有沒有早熟的荔枝? 端午節還沒來? 還沒有到? 第一個上場的荔枝一定是什麼? 沒有人有感覺 啊? 浴和包 知道嗎? 浴和包 那你要注意啊 浴和包它就是有特殊的早熟性 所以它在第一個上市的一定是浴和包 那平常你在這個荔枝在豐收的時候啊 大概你可以在市場上看到什麼? 50塊3斤有沒有? 50塊4斤那時候你買的 好高興喔 一斤才十幾塊 可是當荔枝包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你知道它一斤可以賣到多少? 對 你怎麼知道? 很想吃又買不起是不是? 所以它那時候可以賣到一斤兩百塊 真的 那是好珍貴喔 剛上市 那又好吃 所以你看這個早熟性它就是搶時間了 所以一個我們上次講說 它可以用栽培技術 但是品種上面我們也可以去做調整 去做變化 那適應性就是說有 比如說有的是適合北部種啊 也就是適合南部種啊 也適合山上種啊 也適合海邊種 所以這是適應性 地區或季節性 那這個以上我講的這些東西全部都要舉例 可以舉得出來嗎? 現在考試一下可以嗎? 不知道 來來來 我們今天下面就是開始用這個圖片欣賞 我發現今天這個投影機好像有弱一點 來 這個是在幹嘛? 要踩 辛苦嗎? 辛苦嗎? 還滿辛苦的 一個不小心就摔下來了 那我們常常有很多那個果樹還非常高大 每年在採果石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這樣摔傷 這是你們不知道的 那個新聞都不會報導 但是在我們 你看這個採果石啊 以前的話都需要用機械 爬到這個樹梢上去採 所以在這個我們 這個是採什麼? 這很有趣 這在採橄欄 對 要爬起上去搖搖搖搖 就幫那個橄欄 這是那個歐洲橄欄 大家把它搖下來 然後那個布包一包就收起來了 那這個是最經典的 高不高? 這是什麼? 這什麼東西? 大家還記得嗎? 還記不記得? 一個很高很高的 這樣高耶 踩的時候 或者是要踩梅的時候 你看要這樣子踩高之後 上去踩 踩到的花 這個花拿下來就可以做 做什麼? 不記得了 做啤酒 做啤酒 這啤酒花 所以你看這個東西非常高 那我們在栽培的管理上面 就非常不方便對不對?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情 就把它變矮了 你看這個多方便對不對? 這小朋友 身手就可以拿到這個水果 所以你要注意哦 現在你看這個水果的枝條是怎麼樣? 它已經不往上了 它已經開始往下 有沒有?開始往下垂 那果實就正好在你的面前 那這個是蘋果了 上一半我們給大家看那個蘋果 是不是讓它這個規規矩矩的 有一個角度 那你看這個蘋果樹呢 我們就把它改矮了 然後它結果的地方你看到沒有 就是集中在下面 所以柴果是非常方便的 不用像以前那樣爬那麼高 所以這個把它變矮 當然我們這個珠糕 一個是果樹 把它矮化 矮化你可以看到它是容易管理 而且它容易種的蜜 它可以種很多 容易管理 那另外一個是河本科 就是讓它矮化 記不記得我上次講這個綠色革命的時候 是不是?水稻啦、小麥啦 都直接讓它矮 矮有什麼好處? 不會倒伏 比較密質、耐肥、高產 我再提了一棵樹要高一點 再一棵 什麼樹? 要高一點 它如果太矮的話 那個故事就不會發生 蘋果樹 牛頓的蘋果樹是不是? 它已經坐在樹下 要等著蘋果 那個時候蘋果太矮的話 就發現不了低吸引力了 這是開玩笑的 但這棵樹好像被這個被展覽 我們台灣好像有引進 有引進這個蘋果樹 種在那個五菱農場 種了五顆吧 我那時候去看它好像只剩下三顆 兩顆又兩顆死掉了 你知道嗎? 現在不知道長大了沒有 當然有機會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那是豬高 注意了 我們現在的品種就是讓它變矮了 所以高矮是一個很重要的特徵 那第二個是豬型 是不是? 上次我們講這個是直立型 就是下垂型 看到這兩個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葉的角度 大小、厚度、分裂數、分裂角度等等的 都是品種上面的特性 都是我們改的 我們設計的 我們希望它是怎麼樣的 那這個的影響是種的密度 植物對陽光的這個利用 並從害雜草、產量高低 都會有受到影響 所以矮 一個很簡單一個半矮性的基因 只是一個半矮性的基因 然後讓它變矮了一半 這個產量很明顯地就提高了 當然在水道 這個農作物 河本課來講 我們還會考慮它的分裂數 不要太多 要直立 那它的碎 這是它的碎嘛 這個碎呢 我們就會講究它的位置 樹木的多少、大小、飽滿度 這個都是我們要考慮的 那我們就 這個是上次我們講的 還記得嗎? 那這個我們看一下那個水道 就說這個是各種不同的野生道 有沒有看到它的那個形態 就有很大的差別 像這個比較直立有沒有 這個比較矮 但是它比較開、比較鬆散 那這個完全是野生 這真的是很經典的野生形 野性還非常高 還沒有完全經過改良 那這個是我們栽培 栽培的 這也是各種的道型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直立的 這個比較野生的 所以它比較倒伏 這個比較容易倒伏 然後它就是橫向的生長 橫向的生長 那所以道有這麼多的種 所以在育種家 在我們這個生產者來看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給他做一個設計了 我剛剛講今天我們要做設計師 那在水道 我們這個是很經典的 它有一個很清楚的這個變化 那這個就是水道的概念型 那這個是不是可以看到A、B、C、D、E 這五個type 有沒有看到 這個圖就畫在這裡了 這個很熟悉吧 這是我們剛剛看到的嘛 這是早期的品種 有沒有 慢慢慢慢的改良 可以看得出它的差別嗎? 可以看得出它的不同嗎? 那同學你們要選哪一個type 比較那個 A、B、C、D 你們會選E 最後一個是不是? 最新的 那這個差別會在這裡 經過這樣的改變 你看它是變矮 這個是把它的分葉數變少 對不對? 變矮不行 因為它太密了 懂嗎? 分支太多了 不行 所以我們讓它的分支變少 可是分支變少 這碎還不夠大 所以dtype呢 就讓它的碎變大了 但是變大了不行 為什麼? 頭重腳輕了 是不是? 那個下面的桿子又少 雖然是比較粗壯 所以那下一步呢 就是讓它降下了 這個道理我們上次已經講過了 可是它的效果是什麼呢? 這個收穫指數呢 這邊的話就可以到 這個只有0.3 也就是說 我整個的植株收起來有100公斤的話 我這個骨子只能收到30公斤 意思懂嗎? 其他都是葉子啊 根啊 這個沒有用的 但是到這邊這個已經到0.6了 0.6已經不簡單了 懂嗎? 只有40%是浪費掉的東西 我們不能吃的 這個的話 那個相信它的那個收穫指數會更高 那我們如果看它產量的話 那不得了了 這個是我們早期的品種 大概生產再怎麼樣的話 就只有2噸到3噸 最高也只有到5噸 可是經過這樣的改變 你看最高10噸 13到15噸 到這個type 我們預測它可以到 20公噸 意思懂嗎? 最高它可能每一公頃 可以生產到20公噸 平均來講呢 大概有10幾公噸 所以這個產量就有非常明顯的增加哦 這樣可以了解 這個育種 我們只是對它的形態做一些改變 結果它的產量就有驚人的這個增加 那這個就是當初畫的 這個是什麼type 還知道嗎? 猜得出來嗎? No 這是哪個type? C 那個時候他們就畫出這個C的type 但是後來這個田間的育種呢 就真正的落實了 當然現在是E type 現在這個已經是E type了 這是現在的品種 這是IR的品種 這張照片非常漂亮 上次看過了 好 那品種 我們今天是講品種嘛 所以水稻除了我們在講究產量以外呢 事實上它有各種的品質 所以這邊你可以看到不同顏色的 有沒有紫米 也有這種紅米有沒有 紅稻的 就是銀就是紅稻 紅的 然後剝下來裡面的米粒是紅色的 那不同的顏色 還有這種Golden Rice有沒有 有沒有看過? 本來都是白米都是粒粒晶瑩剔透嘛 是白色的 但是現在有一些米呢 是晶瑩剔透但是它是橙色的 黃色的 為什麼? 以後再說 那這個各種的米呢 我們可以把它比較一下 這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月光 這是月光 越南的月 這個是台農六七號 這是我們早期的時候種了非常多的米 這個是糙米 這邊就是金白了以後白米 這邊是再來的 這邊是蓬萊系列 這邊是再來系列 就是它是比較細長的 有沒有看到? 這是比較細長的 台中再來一號 這是台中鮮十號 鮮十號我們現在市場上 還常常可以買得到 它就叫做鮮香米 有沒有比較細長 這比較圓胖 這就是不同品種了 那這邊大家也可以順便看一下 這個是月光 這個是 有沒有看到這個白米 月光是我們現在公認 世界最好吃的這個梗米 日本新米 最好吃的日本新米 差別在哪裡知道? 這邊有沒有看到這邊有這個粉白 有沒有 不透光 大家回去看一下這個米粒 有些米粒是不是透明的 但有些米粒是不是 這個肚子這邊有一點粉白 這邊我們叫它腹白 這邊叫它背白 這邊中間就叫做心白 所以我們叫它心腹白 就有心或者是背腹在這邊有白 如果這個心腹白多的話呢 一般我們就會判斷說這個米煮起來 可能不是那麼好吃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心腹白呢? 記得嗎? 我們講這個裡面的 墊粉是不是都是葡萄糖的結晶? 葡萄糖 當葡萄糖排列非常非常好的時候 就像我們的碳原子在排列嘛 所以它的結構是非常清楚的 你看碳從那個木碳這麼不透光 排列非常整齊的時候就變成 鑽石了對不對? 所以米粒這很類似的故事啊 當這個葡萄糖排列非常緊密的時候 它就透光了 但是這邊有這個腹白表示說 這個墊粉的累積不夠好 有的時候是品種的關係 有的時候是栽培的技術 有的時候是氣候的影響 都會讓它容易產生這個心腹白 比較容易碎裂 比較不紮實 所以它的品質會比較長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我們在做品種的這個分類的上面 這個心腹白是很重要的 那當然也有這種大小了 這是我們一般的米 有沒有看 米也可以大成這樣 有沒有想像過這個米可以 今天要做設計師了 米是你們最常碰到的嘛 有沒有想像說把這個米粒如何改良一下 改成什麼樣子要不要 要不要 有沒有 大小可以是這樣子 這是我們一般的米 也可以這麼小喔 也可以這麼大喔 我以前就很希望說改良這個米 因為我以前做稻米做很多啊 我的主要的研究題材是稻米 那時候就常常想說 稻米可以改良到多大 你們希望有多大 一碗飯那麼大喔 對啊 為什麼 很方便喔 那個帶飯包的時候就帶一粒米就好了 對不對 真的很想喔 在這裡常常要跟大家分享那個童話故事啊 有沒有聽過童話故事 那個稻米 稻米的 都我覺得好奇怪 現在都媽媽都不講了 來 我跟你們講 據說啦 神話故事當中是說 以前稻米是那麼大的 像桃子一樣大 真的像一碗飯 很方便嘛 對不對 所以你隨便採啊 隨便就很容易拿到這個米飯 所以這個時候人就開始慢慢變懶惰啦 不想去種 不想好好去種 所以這個時候天神就生氣了 說哇 人類這麼懶惰 所以要處罰一下 所以就拿起那個米王 地上一摔 所以就摔成現在碎碎的 碎碎臉嘛 所以就摔成這樣小綠的 所以我常常記得這個童話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回復一下 讓這個米粒也變大變大 所以有一陣子我對這個大粒米 是滿感興趣的 很想把它改變大 當然後來我就覺得說 有一個更有趣的想法了 我就很想說在這個米粒上做個什麼? 做個眼睛 是不是啊? 讓它有點嚴肅嘛 讓它一圈一圈做個眼睛 要幹嘛? 在舔裡的時候就這樣 所以那個貓頭鷹就不用在舔裡了對不對? 所以這樣閃一閃 那個小鳥說 老鷹在這裡 知道嗎? 大家可以想像喔 這做得到嗎? 你不要以為做不到喔 你看我們現在花是不是有各種的 那個顏色的那個分配 那麼精巧嘛 對不對? 這邊我們給它弄一點顏色的基因進去 然後讓它在不同的地方表現一下怎麼樣? 所以說不定下次有這個山水 山水米 對不對? 老鷹米這樣 來 我們在品種上面好 我們常常會講的大小 是不是? 有些東西我們是希望越大越好 是不是? 是不是越大越好? 是越大越好嗎? 這個是各種葫蘆 各種葫蘆瓜 來 各種葫蘆瓜 這個大戶瓜還真大 這個當品種有關 但是栽培可能有技術上面 這個戶瓜中了 戶瓜中了31.5公斤 真實啊 半個人怎麼中啊? 可能比某些同學可能還重一點 那大小 是不是很多東西都要比大小? 比大小 這張草莓又出來了 怎麼回事啊? 上個禮拜很多同學對這個草莓 就很有印象了嘛 像是瞭解了嗎? 但是今天我們要講育種 我們草莓又跑出來了 那就要教一下 這個草莓的品種啊 我們上次講說它這個栽培上面是有設計的嘛 那草莓是大家最喜歡的品種啊 那問一下這個草莓的品種你要看哪一點啊? 對不對? 我剛剛講了對不對? 所謂好的草莓品種 它應該有什麼樣的特性? 色澤 色澤對不對? 要怎麼樣? 紅 深紅 粉紅的話就怪怪的對不對? 還有呢? 你們只會挑色澤 還有沒有? 甜度 甜度 還有呢? 大小 還有呢? 你看 所以都不會買草莓 所以下次 在上課以後下次也要知道怎麼買草莓 看看這個大不大? 半個手喔 這麼大 不要懷疑喔 這草莓真的很大 你先到美國去吃那個草莓 你先到美國去吃那個草莓 拿到那個窩裡是橘子嘛 好大一顆啊 很大很大 所以他們現在已經把它變得很大了 這個是紐約的草莓 你看這個形狀就不好啊 它是圓圓的 所以草莓第一個是形狀 顏色 外面的質地 當然是要紅嘛 是不是? 要大嘛 像這個就不漂亮了對不對? 星形的比較漂亮 所以它會講究這個形狀 那再一個 我跟大家建議 你要注意它的這個表皮啊 表皮上面是不是有凹凍? 在凹凍裡面有什麼東西? 有紫質對不對? 那紫質是什麼? 是 是果實 這個才是果實啊 那個裡面紫質就是紫質嘛 就是種子嘛 對不對? 所以它是其實是沒有發育的種子 所以你下次買草莓的時候你就要注意了 這個草莓其實它是聚合果 多花聚合就跟鳳梨一樣嘛 跟釋迦後來一樣嘛 聚合了 所以這時候你挑釋迦也是一樣的 所以你希望 紫質越少、越小、越好對不對? 所以這個凹凍要不要很深? 下次注意看 好的草莓 這個凹凍不會很深 如果凹凍很深的話麻煩大了對不對? 這草莓很容易爛 它很容易蓄水嘛 這個濕度在這個凹凍裡面比較高 所以很容易爛掉 而講到爛掉的話 草莓除了好看形狀之外 你在吃的時候怎麼樣? 你要不要挑一下了吧 除了甜以外 不能太什麼? 什麼? 不能太軟對不對? 所以好了 這個硬度就來了 這硬度怎麼測的呢? 甩一甩 捏捏 每次去買草莓的時候 人家捏捏那個賣草莓的 就走開一走開 不准捏 所以這個硬度是蠻難的 但是這個是品種上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徵 那我自己有親身體驗 我的同學在做那個草莓育種 所以很高興 我剛好是在12月的時候 是草莓的盛產 對不對? 冬天的時候嘛 我聖誕節去看他嘛 他就說我都吃不下半 我說為什麼? 他說我整天在田裡面吃草莓 我說有草莓可以吃我也要去 他說好啊歡迎啊 結果我到田裡面 我不到半個鐘頭 我說我投降 為什麼? 因為這時候做育種的人 他就一顆一顆一顆的草莓 一直吃一路吃 就是那麼大一塊甜 每一顆的草莓 他都是要一口一口的咬 然後他要來決定說 這個草莓的硬度夠不夠 甜度夠不夠 所以這是完全是吃出來的 所以他說他一個上午吃下來以後啊 他的胃已經翻掉了 回家沒辦法吃飯了 裝滿草莓 但不能吃下去了 所以他們是咬一咬 然後感覺一下 趕快就要吐掉 可是即使是這樣 他一整天 所以他在這個草莓季節的時候 他非常痛苦 然後玩一些摸他 他很痛苦 來 講這個時候大家要體會一下 我們好吃的草莓是怎麼出來的 來 這是很棒的 當然我們講大小的話 你看這個大蒜是不是希望大一點 有沒有 沒有感覺 因為你們都不煮菜 煮菜的時候就知道 你撥那個大蒜撥半天 那這個是利用倍數體 二倍體、六倍體 這個無性繁殖的東西常常就會變大 這麼大的大蒜 夠大吧 夠大 還有一個是病毒 無性繁殖的很容易傳染病毒 因為它會從母帶傳到子帶 那所以當我們把病毒改良掉 把它去除了以後 這個蒜也變大了 所以有很多的方法可以改變 當然比大小 哇 這個現在最大的梨 這是我泡茶的虎 這是我的紅筆 你看那個梨多大 但是除了比大小以外 是不是有些比少、比小、比薄的什麼 品種上面差別有沒有 想一想 趕快 什麼東西要小一點、少一點、薄一點 皮 對 還有呢 紫質 紫質 對不對 對 這個大小 你看這個是什麼寡 南瓜 南瓜以前都比大對不對 對 講這個看到這個南瓜你就會理解 為什麼那個仙女奇緣 那個Cinderella 他去參加舞會的時候坐什麼車 南瓜車 對 為什麼不坐冬瓜車 知道嗎 因為冬瓜長不了那麼大 南瓜很大 那個南瓜比賽的時候是1000多的 1000多斤的 好可怕要起重機才有辦法 所以南瓜有可能坐馬車 這個圖的、畫的 但是南瓜是可以很大 可是也可以很小有沒有看到 你可以看到這麼小 也可以這麼大 這個還不夠看 這個大概才幾百斤 那這個以前我們講冬 我跟你講冬瓜 冬瓜也很大對不對 但是現在的品種來講 我們是希望它小一點、小一點 為什麼 大冬瓜 現在哪一家吃得完 你每次去買冬瓜的時候 只能欠一小塊對不對 那這個大家不願意 所以現在就發展這個小冬瓜 所以你家買一個吃兩餐就把它吃掉 對不對 兩邊一切開就做兩個冬瓜 中就用掉了對不對 所以現在很多都是希望小品種 像這個花有沒有 多可愛啊 在你的手中這麼袖珍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不是說所有的東西都是要大 有些東西要小 那這個東西是不是要小 要少 是什麼? 釋迦 釋迦嘛對不對 釋迦你吃的時候什麼感覺 這時候你要挑什麼品種 裡面這個紙少一點對不對 肉多一點嗎 紙少一點嘛是不是 所以 這個是另外一個品種 這個是什麼釋迦 所以鳳梨釋迦是怎麼回事 交配 誰跟誰交配 鳳梨跟釋迦交配 我剛才講同種的話是 同種 鳳梨跟釋迦是不同種耶 所以不能交配 知道嗎? 所以這個大家就會有誤會了 講到鳳梨釋迦就以為是鳳梨跟釋迦交配 那到底是鳳梨交釋迦 釋迦交釋迦交釋迦交釋迦 不對 所以這只是說有一個品種 它叫做鳳梨釋迦 因為釋迦同樣 它這個果實是不是一顆一顆 這個鳳梨釋迦有沒有發現 它已經融合了對不對? 所以它跟鳳梨有點像 這已經變成聚合果了 那當然這個鳳梨釋迦就是紙多皮薄 不紙少皮薄 這很可愛的釋迦 來 皮薄的是不是還要這個? 紙少的 所以我們現在也做了很多無紫西瓜 有沒有 有沒有常吃無紫西瓜? 不好吃 所以問題來了 所以如果你希望紙少 少少少少到沒有了 這果實又變得不好吃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大家用人的觀點來想 知道這個果實為什麼要甜? 因為它想要吸引這些 吃了以後可以幫它散播種子對不對? 它如果沒有種子的話 你覺得這個果實要幹嘛? 懶在那裡什麼事都不想做 知道了嗎? 所以通常我們在如果遇成這個無紫的話 我們很大的一個困難就是 沒有辦法把它的果實能夠變得很充滿 不是我肉變得很充滿然後這個甜度 這是它一個很大的一個致命傷 所以你要怎麼樣能夠讓紙少 然後用這個植物又可以知道說 我還要繼續累積這個糖分 當然這個西瓜來講 哇這個真是極致的西瓜吧? 怎麼樣?很棒吧? 棒到哪裡? 看到鮮紅 怎麼樣? 皮非常的薄 有沒有吃過這樣薄皮的西瓜? 沒有 沒有 下次看這個新品種 已經有上市 前幾年就開始上市了 你們沒有注意吧 下次去市場上去注意看 有這種薄皮的西瓜 薄到那個皮就是你一直挖一直挖 挖得快穿透了 還在吃果肉 很棒吧? 這很可惜 我們通常西瓜吃完以後那皮都幹嘛? 好厚喔有沒有 都在做什麼? 肥料 肥料啊 做肥料以前先 對 敷臉 那是非常好的美容劑 知道 裡面的果栓什麼的 對皮膚是非常好的 可是現在這麼薄皮的西瓜沒得鋪了 沒有辦法敷了 那當然這個大小 這是成分 各種不同的成分 不要懷疑這個都是菜豆 只是它顏色不同 顏色不同呢 它裡面的成分也會不一樣 比如說至少色素的成分也會不一樣 好 那這個是什麼? 都看得出來嗎? 花生 有什麼不同? 大小不同 還有呢? 顏色不同 還有呢? 口感不同 還有呢? 形狀不同 還有呢? 這個看不出來 它的脂肪成分也不同 了解嗎? 所以雖然是大小 事實上它在植株在生長的時候 它在田間的時候 這兩個豬型就不太一樣 大栗種呢? 它是屬於匍匍型 它在爬在地上這樣子 爬的 爬在地上長的 那這個小栗種呢? 這個小栗種呢? 大部分都是直栗型 所以它的結果就局限在它這個根的附近 那它的生長期呢? 就比較短 那這個生長期呢? 就比較長 因為它爬在地上慢慢爬慢慢爬 慢慢結果嘛 好,來,所以問大家一下 既然澎湖是不是花生很有名? 澎湖都種什麼種? 風大 風大 所以我們在澎湖的時候 我們吃的澎湖的花生非常好吃 可是它只能種這個大栗的 因為它是用爬的 當然這個脂肪的成分有很大的差別 所以它也要好吃 通常這個大栗種它的脂肪 大概比這個小栗種要少了10% 所以這邊大概有50%幾的話 這個大概有40%幾 所以這個適合榨油 當然我們本島的話 也是有種一些小栗花生 脂肪含量降低 它就會很好吃了 否則的話吃起來會油 很容易壞掉這樣 然後這個種皮的顏色不一樣 講到這個種皮的顏色 現在是不是有一種花生叫黑金剛啊? 有沒有吃過? 對 黑金剛有什麼不一樣? 比較硬嗎? 比較硬嗎? 是硬嗎? 你用這個形容詞還硬嗎? 還是什麼? 很酥脆對不對? 應該是很酥脆嘛 為什麼要叫黑金剛? 它的這個種皮 它這個種子的皮是黑色的 有沒有看過? 深紫色的 深紫色其實不是黑啦 是深紫色 那就要注意了 那是不同的品種 所以它的種皮顏色不一樣 所以吃起來質地也不一樣 那這跟大家建議一下 吃到那個黑金剛的時候 我是建議連皮一起吃吧 連種皮一起吃 你們通常吃花生的時候 會把這種皮剝掉嗎? 不會喔 這就有很大的差別 有人很辛苦的 就一定要把那個種皮剝掉 看那個紫色的好黑 就把它剝掉 很可惜喔 黑金剛就是站在它這個種皮身上的 因為它這個紫嘛 所以它有很多的花青素 抗氧化的成分也比較高一點 所以這個鼓勵大家可以連皮吃 好 這個是什麼? 南瓜 喜不喜歡南瓜? 很多人開始搖頭了 不喜歡南瓜 為什麼不喜歡南瓜? 為什麼不喜歡南瓜? 可以主張吃 為什麼不喜歡南瓜? 很多人不喜歡南瓜 為什麼? 因為吃起來 好吃 可是那種口感 是不是軟軟的? 水水的是不是? 爛爛的有沒有 就有這種感覺對不對? 好 那就跟各位講 哇 那你們對南瓜的印象要改觀一下 去試吃一下 現在很多新品種的南瓜 它的硬度是很夠的 那個澱粉的這個成分很高 然後煮起來呢 還是硬硬挺挺的 所以我們家 我家兩個女兒都不愛吃南瓜 所以小的時候 我就用南瓜蒸肉的時候 她就很難吃 就挑肉不吃南瓜 後來呢 我就把我用南瓜蒸肉的時候 她就很懷疑 就媽 你到底在煮什麼? 我說這個是地瓜 真的嗎? 這地瓜 我說你吃吃看啊 他一吃 嗯?嗯? 好像還真的像地瓜 為什麼? 品種改變了 它的那個硬度 果肉的硬度改變了 所以蒸起來真的像地瓜一樣 有沒有吃過這種南瓜? 這些南瓜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不敢吃的同學可以去試試看 好 對 同學看到了 為什麼要切開? 我剛剛講了 這個南瓜要好吃 它的硬度怎麼出來? 一樣 一塊一塊切下來 煮了吃 所以這個做南瓜一種的人也很辛苦 每天在那兒藏南瓜 這塊太軟 這塊太硬 好的就留下來 不好的就要丟掉了 知道嗎? 他要吃多少的南瓜 對 每一塊 對 就是這樣切下來這樣試吃的 所以很多的品種 它是靠這樣子 人去test test的 把它吃出來的 當然講到這個質感 講到這個質感的話就是 這個米大家很熟悉吧 對不對? 有長粒的、短粒的 適合做什麼? 知道嗎? 這個是長粒的適合做什麼糕? 蘿蔔糕 蘿蔔糕 這是鮮米做蘿蔔糕 梗米是不適合做的 梗米做蘿蔔糕的話 你這個蘿蔔糕一定沾鍋 黏答答的 非常不好吃 可是這梗米就適合做之後 你比較黏的 那我們還有很多糯米對不對? 也有長的、圓的 適合做什麼? 這是什麼? 糯米長 糯米長要用什麼米? 糯米 糯米 對 什麼糯米 你不要做錯了 這是利用長糯米 所以它是用鮮糯 比較長粒的 沒有那麼黏 它還是一粒一粒分明嘛 對不對? 那你這個梗糯做起來就變成什麼了? 就糊掉了 就變成年糕了 大家知道嗎? 所以我們端午節快到了 你包粽子要用什麼糯米? 真的嗎? 這看你要包什麼粽子啊 對不對? 我們台灣粽 本省粽的話就用鮮糯 因為它一粒一粒的 就跟油飯 那個油飯很趕快嘛 油飯你如果用這個梗糯做的話 吃起來就是什麼? 一坨飯對不對? 所以那個外省粽就用這個圓糯了 然後它做起來就QQ變成一團了嘛 對不對? 這是因為澱粉的成分不同 我要想要跳到那一張 來 那這個當然是咖啡素啦 咖啡要改變它什麼成分? 改變它什麼成分? 什麼可可? 你知道嗎? 咖啡有可可的 改掉它的咖啡因 所以現在很多的這個咖啡的公司 都在做這個咖啡的育種 希望能夠做成這個decapped的咖啡 因為咖啡因我們在製作的過程當中 都是用容具把那個咖啡因萃取出來的 做成decapped的咖啡 所以他們現在已經去發現說 有一些這個野生的品種啊 有些野生的咖啡素是沒有咖啡因的 所以他們現在在用這個素 再重新做育種 哪一天你們就會吃到這個decapped的咖啡品種 這樣了解嗎? 哎呀來不及了 好啦那我還是下課休息一下好了 好來同學我們上課囉 好很高興喔 這個下課的同學還會問我 這個南北種植有什麼不同 呵呵呵 那個台灣的那個南北種植有什麼不同 做法不一樣嘛 包的那個皮也不一樣 可以研究一下為什麼會有這樣差別嗎? 跟外省種有很大差別對不對? 外省種很簡單耶 外省種就是糯米裡面最多放一塊肉 放一坨豆沙就這樣 可是本省種非常的複雜有沒有 裡面又是肉啦、香菇啦、花生啦、栗子啦 包了一大堆 還有蛋呢 對不對 非常豐富 可是可以研究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 蠻好玩的 好啦我們先回到我們的品種 那個米的部分 下面還會再講一點 但是沒有辦法那麼深入了 來 那這個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啊?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有毛 因為沒有毛 這是沒有毛的毛豆 這是毛豆嘛對不對? 這是沒有毛的毛豆 沒有毛的毛豆 有吃過嗎? 有吃過嗎? 不要誤會喔 它不是菜豆啊 它是毛豆 它真的沒有毛啦 果然就沒有吃過這個毛 沒有毛的毛豆嘛 是有這樣的品種 但是出不來 因為那個每一個植物 它有它的特性 就是它為什麼要有毛 毛毛的 為什麼? 蟲蟲 蟲蟲 對對對 它防病防蟲的效果就會比較好 你覺得很麻煩 蟲蟲也覺得很麻煩 對不對? 會摘黏東西 蟲子不喜歡 那所以沒毛的這個種起來非常辛苦 那病蟲害就更嚴重了 所以有時候這個表皮上面的這些東西 是為了防病防蟲 有它的特性 你也不能隨便把它改掉 那當然我們講這個 果實上面的話就有各式各樣 不同風味、品質、口感 蘋果 哇 行不喜歡? 這張圖裡面你可以認識幾種 五爪 褲式 這個不認識啊? Gala Gala就是小富士啊 Gala 台灣現在到處都是Gala 不會啦 Gala是小小的 真的是小富士 顏色也比較淺 這個是 所以很多 這個蘋果你就可以知道了 來 我們給大家玩一下數字遊戲 來 全世界的蘋果種類 大概有多少種? 500 你們兩個差很多耶 一個500 一個1萬 2000 其他有沒有同學? 看誰最靠近? 5000 5000 你1萬他5000嘛 所以你們兩個都很靠近 7500 7500 我說你們兩個都很靠近 來 當然這個是我們講說這個種源 它的種源有這麼多 但是你市面上 你平常能夠吃到的 大概就是那幾種 但是這個其他的品種 可能就是潛藏在那個地方 做育種的材料 所以今天你會有不同顏色的 不同質地的對不對? 像我們剛才講那個五爪金龍 金龍 五爪蘋果對不對? 我們台灣的人最喜歡五爪蘋果 以前 現在口味有點被調過了 那五爪蘋果 美國人最不喜歡 為什麼? 棉 那是因為我們放太久了 這就是我們對那個蘋果的認知不一樣 我們從前覺得蘋果就是這樣子刷刷 有沒有 刷刷 不是 那是因為放太久了 我們捨不得吃 一直供在那裡 供到那個不行的時候 吃起來就要刷刷 其實五爪 它新鮮的時候也是脆脆的 水分很多 但是呢 美國人不喜歡 因為它甜 太甜 美國人最喜歡 那做那個蘋果派的話呢 就一定要用 要一個叫做蘋果嘛 就Milk & Touch Milk & Touch有沒有 蘋果有沒有 要缺一口的 那因為它衰 所以你做蘋果派的時候才好吃 你用甜的去做蘋果派 就難吃 所以這個有非常多的不同的特性 有沙沙的綿綿的 就是種類非常多 那這個大家也都很習慣了 常常也知道嘛 各種的品種有沒有 這個也可以介紹一下 這個吃過嘛 香蕉芒 什麼 香蕉芒果不是啦 香蕉芒果的話 還要更細長一點 更像香蕉一點 但這個很大 金黃嘛 有沒有吃過 金黃芒果 注意哦 金黃是一個黃 為什麼叫這個金黃芒果 是人的名字嗎 是人的名字嗎 因為這個是由黃金黃 黃金黃 它運出來的 但是不要笑 你看 我們的一般的品種的名字 都是一般的名 但是很少人用人的名字來做 懂不懂 如果一個品種能夠用人的名字來做 表示它的honor 就是它在這個育種上它有它的貢獻 然後用它的名字來做 品種的名字 這是非常大的榮譽哦 了解哦 那這個金黃芒果的話 它的特色就是它很大 果肉非常的薄 對不對 果核啊 裡面的果核非常的薄 果肉很厚 對不對 可是它的缺點就是它的風味 是不是 風味差一點 風味的話還是這個最好對不對 有沒有 可是吃起來很痛苦 是吧 纖維一大堆 吃得滴滴答答的 對 然後中間愛紋就差不多適中 所以很多愛紋這個品種是很難消除的 即使金黃出來就打不倒愛紋 有沒有 愛紋就是纖維也少 它們介於中間 但是風味也是介於中間 非常好的 那品種就很多哦 這個芒果也是非常多品種哦 這是番茄哦 各種各樣的品種哦 有沒有 有沒有紅的黃的 上次有沒有介紹 番茄聯合國 各種的番茄哦 葡萄是不是 葡萄 葡萄有多少種 很多很多多少 一千七千 你知道嗎 那它跟那個蘋果比是不是 葡萄哦 單單做酒的 做酒的葡萄的品種就有八千種 所以你還不要加上那種鮮食的 做這個葡萄乾的 做其他用途的 然後單單做酒的哦 所以這個葡萄酒簡直是不得了的這個複雜 不同品種不同地區不同季節不同人生產 後來這個葡萄酒都不一樣 酸的甜的都不一樣 好 那各種顏色的這個椒對不對 其實它都是青椒 甜椒 這個甜椒家族 從綠的 淺黃的 黃的 橙色的 紅的 這個紫色的 這種彩色 那差別就是說 其實它都是甜椒 差別就是它果實的顏色不一樣 所以它有呈現不同的色素 呈現不同的顏色會跑出來 所以彩色的什麼上次我們講彩色的什麼 那所以這樣彩色的話希望彩色的什麼東西 不知道 對不對 上次我們講 以前我們講棉花的話這個一定都是白色的嘛 那個纖維都是白色對不對 所以既然有這樣彩色的東西都可以做出來 所以很多人就希望說 這個棉花是不是就可以做出彩色的棉花 是不是 田裡面一片的 不用染色 不用染色對不對 所以大家創意一下吧 可以嗎 加油加油 那還要彩色的什麼 有沒有看過 這是什麼 胡蘿蔔 你不要講蘿蔔 這是胡蘿蔔 這都是這個carol的 那個白蘿蔔 radish是不一樣的 但是這個即使是胡蘿蔔 你看它有淺色皮的 黃色皮的 橙色皮的 很紅的 很紅的到紫的 所以有各種各樣的顏色 現在白蘿蔔也有各種顏色嘛 有青皮的 有沒有 有紫皮的 將來也會出現橙皮的 黃皮的 所以想要什麼樣的作品種呢 跟大家鼓勵一下 做一點表情 要來在那個果汁上面做一點表情 這是人生 這是胡蘿蔔 胡蘿蔔也可以改成這樣嗎 來 這個也是大家常常希望的 當然現在品種上面並不是 這個不是品種 這是用栽培技術 栽培技術 把它做成方的 所以方的有什麼好做 好放對不對 好運輸 吃起來可不太方便對不對 這怎麼切啊 我上學 方怎麼切 不太方便 還是滿圓的 但是我以前要我們的學生 設計這個理想作物啊 結果我們有一組的同學啊 他就設計了這個方的馬鈴薯 那要幹嘛呢 因為馬鈴薯 沒有他們一直想說 馬鈴薯上面有牙眼嘛 所以他說那個骰子馬鈴薯 所以他的一二三四五六 每一面有不同的牙眼 所以最低一面就只有一隻 翻到六就有六隻 蠻有趣的 這很有趣的 那也有這種金字塔形的 月形西瓜金字塔形的 售價多少 兩萬日元 新來幣五千八百元 真是恐怖 但是新品種 一定會受到大家的歡迎 那我們再看看 這個是南瓜 我們剛才介紹過了 南瓜可以有各式各樣的形狀 然後也會有各式各樣的大小 大家記不記得這一顆瓜 我在學期開始的時候 第一堂課的時候 有沒有繡過這個瓜 我問說這個瓜裡面是什麼東西 大家有沒有想過 這瓜切開來 你想你會看到什麼東西 非常有創意哦 我們平常知道嘛 你瓜切開來是什麼樣嘛 同學有在拆啦 什麼香瓜 我說香瓜不用你拆啦 對不對 什麼瓜 誰想得出來 這瓜切開來會怎麼樣 沒有沒有沒有 這只是荔枝太小 對啦 這個只是跟那個荔枝比一下大小的 不是說它切開來裡面 會長出荔枝出來了 來切開來會怎麼樣 這一瓜呢就可以把它弄熟 你把它煮熟 麥克風圍弄熟都可以了 熟了以後呢 把它切開來 切開來以後幹嘛呢 噔噔噔噔噔 證實它是南瓜 這是南瓜籽 看出來了沒有 看出來沒有 還是沒看出來 好吧 用湯匙拉拉 把籽子弄掉了 就什麼 撒一點鹽 加一點奶油 拌一拌 一言半個 南瓜 麵條南瓜 就是變成麵條啦 可以想像嗎 就一個瓜打開來的時候 它的纖維會長成 它的果肉會長成一條一條的 所以你把它拉拉的 它會變成那個麵條啦 所以這個是非常有創意的 這個叫做Spagatti Spagatti知道嗎 義大利麵條的Squash Squash也是一種美國的南瓜 了解 所以各位同學 你們的創意能不能被激發一點啊 可以嗎 想想看 我們的果實打開來的話 你的產品是怎麼樣 好 那前面都是創意的 這個是基本 基本品種 抗病抗蟲品種是絕對必要的 所以我們花了很多的時間跟力氣 在育成這個抗病抗蟲的品種 好 這個是 這個接下來講吧 那這個抗病抗蟲的品種在田間的表現 是差異非常大的 像這個是不抗的 不抗的到你病重來的時候就全死了 那你抗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存活 而且可以拿到產量 所以這個抗病抗蟲的育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可是一般的消費者他是不會感覺的 有沒有 他拿到這個品種 有沒有特別好吃 沒有 有沒有特別什麼狀況 沒有 他在田裡就是只是因為抗病 或抗蟲 當然很多品種 我們會要求他收穫後的品質 就是收穫以後呢 他能夠儲存 能夠儲存 好 那前面跟各位同學介紹的都是品種 就是會有這樣多彩多姿多樣性 可以感受嗎 我花了快一堂課的時間在講這個 來 那當然是為什麼 下面要問大家 為什麼要有這麼多品種 是為了哪條 為什麼要這麼多品種 為什麼 一個當然是消費者喜歡嘛 對不對 當你打開來 紅的黃的 甜的不甜的酸的 你覺得好開心 你可以有很多選擇 所以當然是為了因應消費者的需求 這是一條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其實我們做出這麼多的品種 像抗病抗蟲這些 其實我們是希望要維持作物在田間栽培的遺傳奇異度 在我們的田裡面不能只種這一個最好的 我們一定要種很多各式各樣的 以免他遭受到這些栽害的時候呢 他會全均覆沒 那歷史上有非常多的例子 比如說我們以前跟大家講這個馬鈴薯 是不是 因為馬鈴薯的品種不多 多年以來他就是那個老品種一直在種 種著種著種著 而且他又是無性繁殖的 所以當他一旦突然生病的時候 完全沒救 糧食就都沒有了 大饑荒就產生了 因為沒有東西可以取代 沒有東西可以替代 那美國在1917的時候也曾經因為這個敢秀兵大流行 整個小麥就大減產 沒有了 因為品種得太單純 那這個水稻也曾經發生過 當然非常有名的是美國的玉米 也曾經發生過幾乎是毀滅性的這種災難 就是在1970到71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剛好也是地球上的氣候環境 非常惡劣的這幾年 剛好是乾旱啊 也跟我們現在有點像 所以現在有人開始就去比對了 2010、1970 40年了 是不是這個cycle又回來了 所以現在是不是又到了這個70的 70初這個年代的氣候的這種改變 那那個時候呢 除了氣候改變以外 美國的玉米又發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說 因為玉米是用雜礁品種嘛 對不對 美國玉米用雜礁品種 那它的雜礁品種 裡面用了一個T細胞值熊不喜 就是讓這個熊花那種不受粉嘛 所以雌花的花粉 而熊花是不韻的 所以它一定要雜礁 一定要接受別株的那個花粉 所以它就用了這樣的特性 結果所有的品種都有了這個特性 結果這個特性呢 又跟這個玉米的葉枯病是link的 所以只要有T基因 全部都得了葉枯病 全均覆沒 所以他們非常害怕 那所以在這個品種育童上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性 就是希望能夠維持田間的多樣性 不能只種單一的品種 這個危險性非常的高 那要達到這樣的目的 當然就是要靠這個品種改良 中國品種的改良 這個都是有從這個工作呢 其實從有農耕以來 農民就是不斷的在做 當然現在的 現代化的育童的話是靠 很多先進的這個技術了 那能夠做品種改良的原理 要基於這兩個 一個就是它能夠遺傳 一個就是它能夠變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就是先產生很多的變異 然後把這個變異好的變異選出來 然後它又能夠遺傳下去 就是重複這兩件事情 讓它變 然後讓它遺傳 那這個裡面是非常不簡單的 在我們農藝的話這個 或原藝的話 這裡面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工作 那這裡面要用到非常多的學科 完全是一個綜合性的 你要懂的植物學嘛 當然不用講了 作物的栽培、生產 那你對遺傳學 現在的分子生物學 細胞、生理、生態、田間試驗設計 生物同期等等等等 很多的學問都要能夠用得上 所以一個育種加是非常不簡單的 要很有耐力在田裡面 然後不停的在工作 那作物品種這個改良的方法 大概我很簡單的介紹一下 大概就是這幾種 第一個是引種跟巡化 從國外引種下來 這是最快速的 別人就有這個種嘛 我把它引進來 可以用的 它就留下來了 像我們剛剛講那個芒果啊 對不對 艾文啊 海頓啊 凱頓啊 這個都是國外引進的 其實都不是我們自己預成的 金黃你就聽到 這是我們自己有點改良了 那這個一個是可以直接推廣栽培 一個不能用的話 就會變成育種的材料 所以我們手上都會去 不斷地去各地引種 第二個就是選啊 從那個變異當中去選拔 去選拔 那第三個是用的很多的 就是這個雜交育種 跟大家澄清一下 因為之前很多同學都說 有這些新品種都是基因改良的 我跟各位同學講沒有 基因改良的這個農作物 樹木、種類還是很少 大部分的這種改良的成果 都是透過這個雜交 透過雜交育種 那雜交育種呢 其實很多人 你看像那個花卉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不停地有各種的新的花卉跑出來 那我們用花卉來做例子 譬如說 這個顏色很漂亮 但是沒有香味 那這個顏色很醜 有香味 所以怎麼樣 這個育種的人就很希望說 我把這兩個組合起來好不好 雜交了以後呢 那我是不是可以從後代裡面去找得到 這個顏色又好 然後又有香味的 對不對 希望有優良性狀組合嘛 可是世間世總是不盡如人意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當中一定會出現這個顏色又很醜 又沒香味的 有沒有 因為精英組合的關係嘛 所以你一定會有好族 不是 歹族 有好族有歹族對不對 所以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那育種家呢 就是要依照他的理想 依照他的設計去組合 但是這個不合他自己的 一定要把他想要把他去除 所以除了做雜交以外 他要在田裡面做大量大量的篩選 去這個去篩選 那非常辛苦的 譬如說這個是水稻 水稻的育種 水稻品種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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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不敢猜了 心裡顛一顛看 水稻品種有多少 剛才說蘋果都有7500了對不對 水稻 水稻 多少 2萬 5萬、6萬開始出來了 又要開始競標了 那水稻的一種 我們給大家舉個例子 你看 他每一年他做不停的做雜交 那麼這個雜交呢 他可能要做數萬個 所以這個第一次的時候一定是一個 雜交一次只有一粒種子嘛 所以第一年的時候 一定是一粒一粒的種下去 然後十萬株 是不是有十萬株就在田裡面了 那麼這個十萬株呢 他就要開始經過淘汰了嘛 我剛才講有的好的他要的對不對 有的不好的他要淘汰 所以他就必須在田裡面進行淘汰 這時候他可能比如說 我就保留了5% 其他95%都要淘汰掉 剩下的5%呢 第二年可能就會種成一行 那這個一行裡面我又淘汰95% 剩下5% 那出來的數量是不是就越來越多 那我這第三年可能我就種成一小區 所以你看這個每一年 不是只做一次雜交 是每年都在做雜交 每年都在做淘汰 所以第一次三年前的那個 可能現在變成500個line了 可是兩年前那個現在可能還是5000個line 這樣懂嗎 所以他就一層一層的淘汰下來 所以我們在田裡面常常會看到這樣的風景 那每一個line他就會插一個小排 然後這個郁總家就必須到田裡面去 他不能做 這個時候也不能坐在電腦前面好 他必須要坐到田裡面去 實際上去看一看這些水稻長得什麼樣 是不是符合我想要的 從小豬的時候你就要開始去淘汰 你不需要等到產量了對不對 你等到產量全部都出來你要去調查 那已經是不得了的工作了 所以他在田裡的時候 他就必須要快速的去決定說 我哪些事可以保留哪些事要淘汰掉的 你要知道每年要淘汰掉95% 95%這樣下來 那這個族群就越來越大 之後就會把那個品種選出來了 那麼這樣子的過程要多久 從雜交然後這樣淘汰這樣篩選出來 要多久 一個品種出來 品種出來以後他還要去做抗蟲測試 抗病測試 還要做地區性的測試 還要做產量的測試 適應性的 這幾年搞下來會多久 一個品種 幾年 幾年 十年 十年跑不掉 十年跑不掉 水稻 像我們在熱帶的地方 水稻一年還可以種兩次 有沒有 快的話我們還想要種三次耶 因為前面小的時候 你根本不需要那麼久嘛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種兩次、三次 你看這個差不多要十年的時間 一個品種可以出來 這算不錯啦 很快啦 那我們今天講一個果樹 像我剛才講的 那麼好吃的果樹 一個時間要多久 對 二十年、三十年跑不掉 有沒有 我以前在查改場 我們查樹一個育種程序下來 完全按照程序 正常程序的話就是二十年 中間還不要出任何的差錯 所以一個工作的人 他從開始 他年紀輕 二十歲開始進去工作 等到他退休的時候 他說我手上有幾個品種出來 從他手上出來 那簡直是不得了的榮譽 所以這個品種的育成是非常不簡單的 那這個就是各式各樣的品種就會跑出來了 那我希望大家知道說 只要背後是很多人很辛苦 很長時間投入在這裡面 那當然在這個選種的工作當中 我也常常跟大家同學鼓勵啦 你們就好像我們被育種的後代囉 有沒有 每一年有那麼多的學生出來到市場上 你注意看這些老闆是怎麼挑的 他是挑他要的還是他丟掉他不要的 跟育種的道理是一樣的 對吧 第一關我先篩掉我不要的 所以你的條件不夠 你準備不夠 條件不夠一定是先被淘汰 所以每位同學你要想想看 我的特色在哪裡 我能夠符合這個市場的這個要求 我有這個條件 我就會被這個市場留下來 會被這個老闆選中 知道嗎? 加油加油 要想想這個育種的這個過程 第四種的方法是誘變 那當然這個是產生變異啦 但是現在用的很少 因為突變很多都是壞的 不能直接用 那未來的育種就是這個基因轉值 也不要說未來啦 現在就是用到基因轉值生物技術 那這個部分我在最後一堂課 再跟大家介紹 所以現在前面講的這些都不是基因改常的 先更正一下囉 那這樣子大家可不可以了解 作物品種改良是不是 最安全、最辛苦、很費時、很費錢 時間很長 要費很多力氣、很費力、很費時 當然要學識、要智慧、也要團隊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人單打獨鬥可以做出來的 那麼什麼地方進行這育種工作呢 很多時候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國家的政府機構都有 因為他知道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那農民自己是做不起來的 所以一定要由政府來出面 所以像各國的政府都有這種育種的單位 像台灣我們就有農業實驗手啦 各級的農業改良廠啦 他們都是負責品種改良、栽培改良、推廣 這些工作 第二個呢就是這個國際合作機構 因為我剛才講是不是很多品種都要引種 都要從別的國家引進來 怎麼引呢?你可以偷渡嗎? 很多人是這樣子的 我們有些品種早期的時候 這是偷回來的 知道嗎? 因為跑去那邊看 這品種不錯 總之不小心帶一點回來 甚至連那個植株都會這樣 草莓都是這樣子把它摘回來種了 這個不道德 那現在的話呢就是一定要透過正式的管道 跟對方說 去洽談說你可以給我什麼品種 我可以跟你做什麼交換 所以這個要透過那個政府 而且透過國際間的 所以現在有很多的國際機構來做這樣的工作 待會我們看一下 那第三大類是私人公司 因為可以賺錢 我賣種子 所以我可以賺錢 這個是在歐美、日本 這些國家就很多這種私人種子公司 台灣是比較少 我們介紹幾個 就是說當然如果要了解這個國際的 政府的單位的話 每一個國家都有這個農業部 知道嗎? 都有這個農業的單位 都可以去看 當然USDA 這是美國農業部 這個可以講是全世界最大的啦 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這個USDA的網頁 所以他裡面所有有關農林漁木的事情 都在這裡面 那這個是我們的 我們的什麼? 我們是委員會 所以我們的階層太低 這個階層比較低 他們是部喔 我們是會喔 這很低的 所以我們也曾經想說 這個是不是能夠把農委會提高 變成農業部 但是講了多少年呢? 都提不起來 都提不起來 所以這個層級太低 有的時候很辛苦啊 這是行政院下面的一個會而已 但是這個當然也有他的網頁 大家也可以上去看喔 這個網頁我的頁面是舊的 但是大致上是就是說 這裡面有很多你們可以去看的 新聞啦、多媒體啦、介紹農業啦 有沒有 農業知識入口啦、農業藝學網啦 甚至你要去玩的話 什麼休閒農業啊都有啊 所以不要忘記我們這個農委會的網頁 OK? 常常上去看一下 那還有一個假如你覺得你想要走國際啊 了解一下國際化的話 我建議你這個網頁要去看一下 這是CGIAR CGIAR 你用這個CGIAR去search就知道了 它是ORG 所以它是非營利、非政府組織 ORG 那它是聯合國下面的一個 基本上它就是這麼多 這裡有十幾個國際的農業單位 組合起來的一個網站 所以它是一個虛擬的單位 沒有這個CGIAR 但是它是整合起來 那你可以就每一個單位去查詢 有時間喔 請大家上去看 你不要一直在家裡宅好不好 網一下好不好 要網的有價值一點 這些網頁你都去瀏覽一下 就保你玩不玩啊 你去了解一下這些到底在做什麼 像我們一直提到的這個IRRI有沒有 這個國際稻米中心在菲律賓 那稻米就有好幾個 這個是非洲我記得也有一個 那其他的話你看農林、漁木都有 有專門森林的 也有FISH Water Fish Center 還有氣候的 那這個SIMIT就是專門講這個玉米 玉米跟小麥 這個SIMIT是在墨西哥 在這裡有沒有SIMIT 那CIP就是專門講POTATO 這是POTATO的原產地嘛 那有一個網頁 我很希望大家常常看一下 就是IFPRI這個地方 IFPRI 它的全名是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聽懂了嗎? 它是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 所以它每隔幾年 它就會來評估一下 我們這個全球的糧食的狀況 到底什麼地方會缺糧 什麼地方會不夠 那之後的課我們會引用一些它的這個資料 所以有興趣也可以上去看一下 它對整個全球的糧食全面的報導 它有每年都會出新的這個資料 這個就是e-read的資料 大家如果上這個e-read資料的話 你看這個左下角 注意看喔 左下角這裡有沒有 這個 這個我今天沒有再去重新抓 這個數字應該還是比較舊 它是多少 6、7什麼什麼 你知道這個數字嗎? 你會看到它那個碼錶 一直在跑 就是我們世界人口的總數 不停的在增加 所以隔一陣你可以上去看看 哇,6、7億 哇,68億 現在又要快破了68億了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世界人口 哪一天破70億的時候 趕快大家互相通報一下 這個就是 這個是Norman Butler 它因為2009過世的時候 所以它這個頁面還是在介紹那個 Waller Norman Butler Waller 那這是私人公司 我們很多私人公司 最大的就是這家 這個孟山多 孟山多 孟山多公司 全世界最大 非常可怕 這很大的美國的種子公司 那它的勢力也都擴張到亞洲 所以它在印度也成立分公司 以前台灣有個小公司 現在沒有了 從側掉的都跑到大陸了 因為大陸的市場太大了 所以他們都在各地成立這個分公司 賣種子 賣種子 那這個是我們台灣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種苗 叫Norman Yu 哎呀,這名字還真好啊 聽懂了沒有 Norman Yu 知道你耶 我們都不知道他 他都知道你啊 這個是農友 我們的那個農友的翻譯 那農友呢 他的主持人是這一位 陳薇玉先生 之前那個Discovery 因為有介紹過他啦 但是這個可能現在找不到他了 當時Discovery有介紹 他就是專門做瓜類的育種 像我們前面講的香瓜、田瓜、西瓜 西瓜是做非常有名的 田瓜、南瓜 這個都是他育種上非常有名的 那是台灣之光 這是真正的愛台灣好不好 但是他現在也走出去了 所以他 因為台灣以前那個人工費比較低嘛 所以在這邊做育種 你看要砸交要收種子對不對 那現在人工費很高 所以他也往西境、南境 跑到越南、跑到泰國 甚至跑到中國大陸去了 就是現實 好 就是我們有政府的、國際的、私人的機構 都在做育種 當然我剛剛講 這花了這麼多的錢 所以對品種怎麼樣 要不要有保護 這時候大家就開始陷入常考了 了解嗎? 很多人反對 很多人說要、要保護 所以現在都有所謂的種苗法 那就是你這個品種出來以後 你可以去註冊 註冊通過以後呢 通常會給你一個保護期限 不能永久啦 所以大概是15到20年 那麼在這個期間當中 如果有別的公司 盜用你的品種 那你是可以去告他的 但是你也要能夠拿得出證據來說 他用的是你的品種 所以在鑑定上 品種的鑑定上 你要有很清楚的這個證據 你要能夠分辨出你的品種 當然在這裡我們是說 這個做農的人常常都搞不清楚啦 所以這裡面很需要法律 法律的人來幫忙 這是你看從不同的領域 都可以來幫忙的 那當然我剛剛講 要做這個譯種的話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 我們要維持奇異度嘛 這個奇異度從哪裡來? 這麼多品種的來源從哪裡來? 為什麼要有那麼多的種? 那其實都是從各地去收集這個野生種 各地去收集這種不同的品種 收集完了以後 我們就要把它集中 然後我要保存在我的手上 我要用的時候我才隨時 你要甜的有甜的 有高的有高的有矮的有矮的對不對? 要尖的要刺的要毛的 我手上都有這些基因才可以嘛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基因庫 每一個人手上都要有這種基因庫 所以這個都要品種的保存 那這個要有中長期 短期、中期、長期的這個 種源的保存 那他要做的工作其實很複雜啦 比如說我要先去做調查 到各地調查 你有什麼種? 他有什麼種? 這個種跟那個種是真的一樣 還是不一樣?對不對? 不一樣 不一樣我要去把它收集起來 收集起來是怎麼樣? 你不要想自己的口袋裡 放在你的口袋裡帶回來好不好? 帶回來怎麼辦? 我必須要有一個儲存的空間 所以我要保持在這個空間裡面 然後我是不是要更新? 我這個種子拿回來 可能三年、五年就不行了嘛 所以我必須要每隔幾年 我就要把它拿起來重新繁殖 讓它能夠保持它的新鮮對不對? 所以我要保存 然後也要評估嘛 然後這麼多的資料 每一個收集不是少數的幾筆而已 比如說我今天要做蘋果的話 哇那我要收集一千、兩千 我該怎麼收? 蘋果很麻煩耶 還是數咧?對不對? 收種子恐怕不行耶 這個地方要全部種 一千顆的這個蘋果會麻煩 是不是? 所以這個怎麼保存 那我的資料怎麼整理 所以需要動到電腦的設施 現在 要跟很多的國家去交換 去分證是不是? 資料的交換 要儲存 然後要訓練很多人 合作網路 所以這個總圓的收集 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工作 那一般的人也做不起來 當然很多種子公司會做 但是它是有限 所以一般都是要由國家級 所以我們的總圓庫都是國家總圓庫 每一個國家幾乎都是國家總圓庫 這是國家級的 非常高 跟總統府可以直接 總統府下邊就可以直接通的 那層級就很高 那這個是農友 早期的時候我去看農友的那個 那個總圓庫 這個它的比較簡單 就是它的種子就是包場 分類存起來 但是它的是比較簡單的 那這個是ERIE的總圓庫 剛剛講ERIE 世界國際的水道研究發展中心 那它是在這個 這個水道總圓庫 怎麼就講到這裡 那這個水道的總圓庫裡面 大概保存了多少種的水道 還是不知道 留下個禮拜好了 我給你們一個禮拜想一想 或者你有興趣上醫院去查一查看 如果你查到了你就告訴我 那這個是 我剛剛講說這個儲存 這個儲存的話 通常我跟你講短期、中期、長程嘛 對不對 長程的話要多久 意思懂不懂 這個種子我把它存進來 我希望放多久以後 這個種子還拿出來種的時候 它還有活力 我這這麼 這個年當中我不用去動它 這個是長程的儲存 長期的儲存 來長期要多久 設定多久 50年嗎 多少 100 100 所以長期的話我們就要設定100年 中期的話可能是幾、20年 短期的話可能就是很短 一、兩年就可以了 所以你要設定 要存100年那是不簡單的 所以現在他們都是用那個罐頭 密封 沒有空氣 那另外就是低溫 所以你要放在非常低溫的地方 這個總圓庫裡面通常很凍死 那這個是日本的總圓庫 日本的總圓庫 非常值得去參觀 因為這個日本我剛好講 它的robot很發達有沒有 機器人很發達 所以他們的總圓庫 這走進去 看起來像什麼 一格一格一層層 然後因為很冷 這裡都是低溫 所以它人不進去了 所以它是利用機器人 走走走走走走到第幾行 登登登登登進去 第幾 第幾格 然後升高到第幾行 把抽屜拉出來 抽屜拉出來 裡面可能又有好幾十個 第幾行第幾個 那個robot就會去把你這個種子取出來 然後登登登登登又走出來了 到外面來 我們再來做調查 做其他的處理 知道懂嗎 因為這裡面不是小case 都每一個總圓庫都是上萬筆 上萬筆的這個資料在裡面 所以你不整理好的話 你就是一團亂 可以想見嗎 你的圖書跟你的圖書是一樣的 那這個你就可以看到 這是有大量總圓的國家 跟那個這些 剛才講的這個國際單位 你看中華民國六萬的 這是舊的啦 現在有比較多一點 那個時候中國大陸就已經有多少比 30萬 這是在北京 他們還是後見的 他們還比較晚見的 但他已經收了30萬 美國這樣 但這個數字大家不要相信 因為這是比較舊的 我沒有辦法找到更新的資料 所以大家就是用這個舊資料 給大家看了解一下 那像這個e-ray 漏線 但這個數字是不對的 所以還是跟大家講說 你再去發現一下 大概線有多少的比 有多少比 大家知道嗎 那當然這個是各個國家跟各地區 那這個消息有沒有看過 這個末日地窖 有看過嗎 這是2008年2月26日開始啟用 兩年前了 好快喔 時間過去兩年了 那這個是挪威政府 他耗資600多萬歐元 不得了 他在北極圈裡面 這個群島裡面 他設立了一個末日種子庫 那他的概念就是說 他在這個冰天雪地的地下 地方又挖了一個地道 然後這個地道呢 他是做非常堅固的這個防護 可以承受地震 瑞士規模6.2 我看現在6.2不夠看耶 現在動不動都是7 是不是 不過還好這個地方不是地震帶 地震震到這地方 那真的是不得了 但是他可以承受什麼 核武 核武都不能把他打壞 所以你看是這麼重要的一個 挪亞方舟 挪亞方舟 那裡面預計可以撐多少 450萬 聽懂有沒有 剛才我講中國大陸最多30萬 既然就算最多 我們也沒超過幾十萬 但是這裡面預計是450萬份 所以世界各國的這個總員 都可以把他收在這裡 這是我們的末日庫了 末日庫了 那想這樣的概念 這樣的概念 這是900萬美元 我怎麼有六百 美元 這是美元 沒有錯 那當然大家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上這個 世界末日種子庫 網頁它有網頁 可以上去看一下 我那個講義的那個上面都有 這個也去找 那當然我們今天是跟大家介紹這個育種了 怎麼樣 可以了解這個過程嗎 很簡單的了解 你不能完全的了解 但是有沒有感覺啊 有感覺了 但是育種的工作將有專家 那大家能夠做的就是 你對這件事情的支持 你的了解 還有你對保育 因為種源是這麼重要 種源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沒有這個種源 我們做不出新的品種 好 那今天呢 是不是你知道如何辨識作物品種間的差別嗎 現在有沒有辦法 一點點的不一樣 有毛沒有毛 有間平的圓的什麼 這個都是品種上的差別 好吃不好吃 顏色差別 大小差別 這都是 那你每天吃的米飯有什麼不同啊 或食物 有沒有 回去感覺一下 好 那你希望了解作物品種是如何產生的嗎 有機會 去多了解一下 能不能夠體會他的辛勞 在育種工作上面的 是非常辛苦 時間非常長 沒有興趣的人是做不下去的 好 今天的心得 什麼 要不要 感謝一下 後面有很多的這個人的努力 今天的作業來 創意設計 設計你想要的理想作物 OK嗎 我上課一直在刺激你們 來看看大家的這個創意有沒有被磨掉了 寫寫看 你希望 寫一種作物就好了 你不要寫了一大堆什麼什麼作物 一種作物 我希望這個作物改成什麼樣什麼樣 不要寫太多 五樣就好了 特性不要超過五種 可以嗎 你要是真的忍不住 你有想改良稻米 有想改良芒果 你都可以寫了 都可以了 本章有沒有學習到什麼 有沒有 那這一章我還是有設計一些網頁 請大家可以去參訪 這個就是CGIAR CGIAR 這是IRI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Wikipedia Wikipedia上面介紹這個Plant Breeding 這Breeding到底怎麼回事 育種到底怎麼回事 這是Monsanto公司 這是世界末日種子庫 台灣作物種源中心 這是我們的國家種源庫 這是農友 所以大家有機會都可以上網去看一下 好不好 參訪一下 送給大家一個最有創意的來 看過這個花嗎 好噁喔 但是植物真的是無所不能 看懂了嗎 這個其實是它葉子的變形 真正的花在這裡 熱純草 這像不像 所以我那個水稻上面長那個鷹眼 是可能的吧 加油加油 好 那我們下禮拜見囉 好 今天把作業寫一寫 好 下課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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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